我们的环境已经OK了 你按F 其实你可以按F11也可以 F11就全画面 F11又恢复了 OK 然后呢 基本语法跟那个结构控制 那首先第一个基本语法 其实就是所谓的那个 变数的形态 OK 那变数的话非常重要 形态错了 程式就有bug 像刚刚有没有 比如说你自串 串一个整数就不对 那你必须怎么样 把后面那个转换形态 OK 那总共目前呢 常用的形态有几种呢 OK 那第一个自串嘛 第二个int就整数 第三个的话呢 如果有小数点就float 浮点 OK 有小数点跟没小数点 所以基本上可以概括 自串跟数字 那数字又分成 整数的跟有小数点 大家可以这样上来看 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变数 简单白话讲 就是我们要放一些东西 大家放哪里 大家就放记忆体里面 可是记忆体是看不到的 你电脑打开也看不到 反正就放在一个很抽象的位置 如果是excel的话 你就放在储存格里面 对不对 其实储存格的好处是看得到 这个是看不到 所以比较抽象一点 你慢慢都要习惯 所以我讲说 如果你写VBA 好处是比较看得到 但是Python是比较需要想象力 OK 所以你要想一下 那这里面的话有点像容器 那至于你要放什么 之前的像Java你要先宣告 那这边不用 你第一次给它的是整数 那个变数就是整数 所以如果你第一次在给 就是在给它的过程当中 给它什么形态 它就变什么形态 刚刚都讲过 所以这边的话呢 不用特别宣告 比如说score等于80 那这个score的变数 它就直接把80放进去 那等于在这里 我觉得这个等候 你不用理解成 以前那个加点成就那等于 我觉得应该是负语吧 把后面的值负语到前面去 可能这样解释 会比较好像跟那个实际上 那个是比较接近的 那其他的话 像什么Fruits等于香蕉 那这个就会是一个 这个自串的形态 那另外的话 注解就是一个警字号 所以你只要怎么样 在程式里面 加一个那个警字号的话 它就不执行 所以比如说 你们未来在程式里面 假如说这几行 这个前面加一个警字号的话 那A等于5就不执行 如果不执行的话 你把它执行 它会怎么样 它会跟你讲说 它找不到Name叫A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你把它注解掉 OK 所以特别是注解就是加一个警字号 那如果说你要把这全部注解掉 四行的话 那你就前面加警字号 不过你想说 老师那如果有很多行要注解的话 以前的做法就是一个一个慢慢注解 但是太慢了 交给一个更快的方法 如果你要这些全部注解的话 你就全选 然后按下什么呢 Ctrl加斜线 就全部注解了 OK 这一招其实蛮需要学 以后蛮好用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有很多行要注解 你慢慢打警字号 那不是太慢了吗 Ctrl加斜线 那个斜线是在那个 右边Ship的键的隔壁 那个斜线 就是足怎么样 足 有没有看到 足那按键 然后Ctrl再加斜线 它就恢复了 这个快速键可能要学一下 Ctrl加斜线 是就变成注解 Ctrl再加斜线 是取消注解 如果多行注解的话 顺便提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后面 这个变数的命名规则 有几个可能要注意 第一个 你的那个命名的变数名称 A1A2A3这样OK 但是你不能用1A2A3A这样不行 OK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也就是第一个字不能是处字 那第二个的话呢 名称不能有符号 符号嘛 比如说像什么 斗点 句点 顿点 反正一堆的符号 你都不要用 除了什么呢 底线 OK 所以以后啦 反正你任何 只要跟程式有关的 像我的习惯 一律底线 OK 其他不要用 大概会有这个概念 这个我养成好习惯 因为有的人很喜欢用那个 简号 有没有 minus符号 有些程式员可以 有些不行 那有些可以 干脆不要用好了 我哪会记得说哪一个可以 哪个不行 但是底线一律是安全的 所以特别是底线 那名称不能用保留字 那保留字哪一些 很简单嘛 反正里面用到的 像for可不可以用 for不行 反正就是那一些 将来好像printer也不行 会被用到的那些名称 就是所谓的保留字 那我们一律就不要用它 所以比较安全的 像什么A B C D 或者XY 这种名称 应该是比较安全 那底下的话 我们再来针对那个 变数做一些练习 像刚刚有讲过 加减乘除 还有person 有没有person 4person3 是多少 其实说4除以3于多少 于1嘛 所以这个是1 然后呢 这个A 1乘上4 最后相扯 有没有 B等于多少呢 所以你们可以试一下 把C里面的值 print了出来 OK 看一下结果 OK 那至于就是说 那个运算的方法 假如你不太清楚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参考底下 我这边有 我这边有往下 往下 这边有一个就是 算术运算值 有没有 刚刚有提过 算术运算值 算术里面有哪些运算值 加减乘除不用看了 应该都会吧 比较可能会需要注意的 就是这个person OK 所以这个可能要记一下person person的话呢 就是什么 求于数的意思 比如说32除以5的话 于2 所以你们可以试一下 A等于32person5 那你可以print了A就好了 他帮你把结果print了出来 OK 另外的话呢 除除 其实除完之后 得到的是整数部分 不过其实这样除除有这个 可以不要用 为什么 你除完之后再加个int就好了 int就取整数 他不道理一样 只是看个人习惯 那这个的话呢 这个特别 很特别 乘乘 乘乘的话是乘几次 OK 所以你乘乘的话呢 就是 其实是平方 OK 乘乘2的话 就是哪个数字的 平方 所以待会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A 比如A等于5 然后呢 B等于什么呢 A乘乘2好了 那把Bprint了出来 OK 你可以看一下 应该是多少 A等于5嘛 那些5的平方才是多少 对 你可以把结果print了出来 可以自己练习一下 因为你就是在 在这个专案里面 一样嘛 你把这个改一下就可以了 把这个A print的话 你就是这个地方的话 5乘乘2 这样子 OK 那你就把什么呢 print B OK 他就把Bprint出来 可以试试看 我想 就是多去了解 多去了解这个运算 的方法 加点乘除 乘乘 关系运算值 这个后面还会再讲 等于的话就两个 特别说 IPPA里面还是一个 但是在Python里面是两个 那不等于的话呢 就一个精弹 不等于的意思 比如说A 有没有不等于B 去述方法 后面还会再提到 大于小于 大于等于 小于等于 这个我想底下 跟其他语言都差不多一样 还有逻辑论子 Not 相反 这个比较少用 And 偶尔 这个也一样 第一个逻辑 And 第二个逻辑 这个之后的话 也会再提到 用那个逻辑里面 也会在 这个细部的部分 我们再提到 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呢 还有就是说 待会各位可以 再做一个练习 就是转型部分 比如说刚刚有提到 假设要输出的话 要转成字串 用SRT 可是如果你要转成 整数的话 就INT Float的话呢 是转成 有小数点的 OK 所以请各位 待会练习一下 比如说第一个 再来的话 也许再按右键 在SRT上按右键 new一个什么呢 new一个新的module module名称也许叫 变数叫VAR OK 然后呢 把它Finish 那我们练习一下 这边记得Temporary 我希望按Cancel 因为你要OK的话 它会怎么样 它会上面多加这些 你要把它删掉 如果你按Cancel 它就不会加Temporary的样板 什么叫样板 就是以后如果 你只要一开起来 你就想要有一些程式在里面 你用改的话 你可以建Temporary 就是样板 目前可能不需要 你就Cancel掉 里面的话也许各位可以练习 就是说在那个VAR里面 请各位试试看 建立总共S1 就是第一个是自串 比如说自串是Halloword 第二的话呢 X2是123456 这个是整数 X3的话呢 是123.456 有小数点 那第四个可能比较特别 因为未来 你假如一个变数里面 只能放一个资料 可是如果你来源很多个 一串的东西 那怎么办 你可能需要串列 那怎么建立串列 就像Excel里面不是有一整栏 你可以放很多东西 那在Python里面的话呢 它叫List List就一个串列 那它的符号表示 一定是中瓜 里面就是放你要放的资料 比如说你放1234 这些资料 另外它其实可以怎么样 可以不同形态 比如说你一个123 这样对不对 可以 它接受 OK 那你可以怎么样 试着把它print出来 比如说print X1里面的东西 X2里面的东西 X3里面的东西 分别把它print出来 试试看好了 那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看一下 OK 这边好像有一个错误 转型 试一下这个部分好了 切错 啊 切错 不好意思 啊 对 放 谢谢大家